各位 今集維勞時政節目 我們請來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 徐英偉和大家維勞談談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維勞時政節目 我是今集的嘉賓主持柯創盛 今集我請來升級嘉賓 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也知道他在不同範疇都是非常專業 他是香港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徐英偉 你好 英偉 你好 英偉 今天想找你 都是說說我們全香港大家很關心的 旅遊業以至乎酒店的情況 根據政府的數字顯示 截至今年5月本港酒店的房間 數量是超過9萬1千間 但每日有約望1萬7千間的空房 你自己有甚麼看法 其實如果我們有空間 我們有空間再接待多些旅客 所以人們經常問香港的接待能力行不行 我絕對有 當然撇除了我們的酒店之外 我們香港還有賓館 所以我們在香港的旅遊接待 是可以適應不同年紀 不同組合 不同價錢的旅客來到香港 如果加上賓館 其實我們香港有十幾萬間房間 如果只是酒店 也有三百多間酒店 都遍遍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說無處不旅遊 其實我們香港也有很多酒店 可以讓大家去住 所以接下來我相信 怎樣我們做好項目的鑽研 這個會希望可以打造甚麼呢 旅客來到香港 多留幾天 因為早前我的朋友就說 Casper 旅客現在流行特種兵 即日來回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活動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我說特種兵來香港 如果是這樣來香港 他自己會後悔的 為什麼呢 香港我看不到 怎樣可以在半天來玩好玩的東西 如果你半天來到 玩少少到紅到肺 不介意的 好像我們香港人去日本 就去多幾次了 如果我們看回酒店的情況 紅日 我們通常香港 我們以八成系內地旅客為主 現在的情況 所以大家會看著內地的紅日 如果由全年去看 我先說農曆新年 然後五一黃金周 通常只有三次 然後一跳就跳到五窮六絕 就休息先 但我們不太想 其實我不太想見 那一跳跳到哪裏呢 就會去到暑假 那暑假呢 通常放暑假就是七月中開始 是的 但是這些東西我們可以準備 然後就七月八月 那九月其實我們希望繼續延續下去 但是有些放假了 然後就十月的國慶 那些人就會說 那聖誕點呢 聖誕就沒有比我們以前那麼好 因為內地不是一個特別假期 沒錯 所以你看紅日 說的是這個休閒旅客 大致會是這樣 不過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撇除了香港我們做休閒旅客 我們香港是一個城市之都 你都可以開很多的會議展覽 所以我們就會用其他的月份 就補求先我們的商務旅客 會議展覽 商務我們很喜歡就是結束三月 但是今年我覺得政府的宣傳不錯 為什麼呢 他們三月的時候會串連城市 他會有一個叫金融的高峰會 就是三月開始 然後就會有Art Basel、Art Central 一些藝術拍賣會 然後就是七攬 這個宣傳我覺得才爺他們做得很好 因為他們一連串這樣包裝 令到一些叫高消費的商務客 他們就會來到開完會 就會去米芝林餐吃一下 然後會看看拍賣 看看我們人術表演 然後有時間看七輪冷藏賽 那這一種是一個比較好的成功模式 我們現在看到香港的競爭對手是越來越多 同一時間我們要看看 我們香港面對的有什麼經營壓力 第一就是我們水電煤人工不斷上升 沒錯 其次我們就看看我們的匯水 因為我們港元是跟美金掛鉤 所以你會看到為什麼有很多內地旅客 包括香港的市民 都會去到一些比較匯水便宜的 例如日本的地方 所以也會有這個就是吸了很多人走 另外我們看到內地的旅客 現在選擇多了 中國的免簽安排現在是越來越多 他不來香港 他去到歐洲、南美、新加坡、馬來西 很多地方對他來說都是一個選擇 我們看到我們都要想想怎樣創新 同一時間我們也看到泰國 哇 很進取 泰國他就用銀彈政策 對 他說你想搞一個活動 可以 你有一些安排會議的費用 他政府出 那他就一搶搶了之後 那幾千個商務旅客就捉了 其次我們看到泰國是很厲害的 他去年底就減了烈酒水 看到他已經搶了 政府怎麼能夠可以協助業界 或者有什麼新政策出台 可以幫到大家的業界朋友呢 那我剛才為何說這麼多愛國的例子呢 我就說其實我們看看旁邊都可以 哎 沒錯 別人出招我們又不要吃虧 除了我們要搶更多的消費旅客來到香港 其次我們如果政府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做多些海外宣傳 海外宣傳為何那麼重要呢 過去香港其實經歷了很多 也都有很多的負面的不真實的畫面 會令到很多外國的朋友 會錯不理解香港現場的情況 例如是什麼呢 在暑假之前我看到很多國家 例如澳洲那樣 突然出過旅遊警示 他說香港很危險的 我說香港有多危險 我香港安全到不得了 我去到法國還怕被人打荷包 但是我去到香港的時候 他說有多危險 但他又不是出了旅遊警示 變了有很多這些旅客 去到歐洲 去到美國 他們就會覺得不要來了 變成商務的東西 亦都會疾愛 不如不來香港 所以剛才我說 第一 如果我們政府可以多些向外宣傳 加強宣傳 加強宣傳 其次就是我們亦都要搶多些活動與城市 是 沒錯 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年頭 我們香港有一個大型的歌詣呼球賽 來到香港的好處是什麼呢 運動項目 全世界有幾百個體育台 就會立刻去拍香港的背景 然後就會把最好的一面帶出來 當次的一個比賽盛事 連世界頂尖級的歌曲呼球手 就來到我們圍村 我們吃盤菜 看看馬 跑馬 這些就是最好的宣傳 所以我們要做多些向外說好香港故事 其次就是我們要搶多些這些活動 來香港 因為他們的宣傳效果是最好的